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政治现金申报不实风暴 把责任归咎在会计师端木镇 擅自调节了掐额 而目前的最新状况 联线记者廖伟宏 大家好 各位观众说 大家关心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深陷着政治现金假账的风暴 自从开完记者会之后 现在整个民众党就把矛头指向了 他的会计师端木镇 至于他有调节账务 这笔费用其实高达了2000多万 今天柯文哲大约在9点多的时候 就离开了家门 是来到了党部这边来进行开会 目前端木镇自己的声明 是表示说相信司法会还他一个清白 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对此间柯文哲有最新回应 我们一起来听 多不冷 让我开个会 我来看结果解决 你现在基本会想要亲自来跟他对职吗 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 那黄珊珊跟林文东 你认为是要打技术份吗 好了好了好了 所以现在又有传说剪掉 对近台的电台 你会觉得又在传说 可避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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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你觉得这封铺会营超多久 好可以听到呢 柯文哲现在呢 针对这个端木镇的说法呢 他们就是表示说呢 其实端木镇在自己 其实有亲口跟他们来证实 那面对现在双方 这样各说各话的一个情况呢 柯文哲是表示说呢 不排除会找律师来提告 而柯文哲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呢 也有表示说会找这个财务长 来跟端木镇进行对峙 现在呢 其实党中央这边呢 也要来开会 是否要针对端木镇呢 进行相关的法律活动 来进行讨论 那以上也是我们找到 现场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交换给 空间主播